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看这个首相的案例 掌面开阔 手指调达木土结合的掌形 有土人的稳重 也有木人的多丝善蒙 掌面还是见轮廓 偏金骨质 金骨质的人勤劳肯干 坚韧有毅力 直接尖也是见米康树纹 凭借自身的努力 小康生活不愁 只是纹路稍显深刻 有些势必攻勤偏劳碌 包括金星秋附近 也是有一些青黑 注意肝胆方面的保养 不过实质迅功财位 还是比较饱满 此处是正财位 正财不错 只是从事业线来看的话 财会来得比较晚一些 是典型的晚成的首相 那么纹路看 生命线初期见导温 出现家庭环境一般 从小体质也偏弱 甚至有些病痛的干扰 不过成年之后 生命线还是导温消失 体质增强 体质加运势也会得到提升 包括这个也有青年时期 20岁左右 见短暂的上升线 只是脑线和生命线分离出 还是分离的比较早 说明进入社会的 打拼的时间还是比较早 分离出也见导温 年纪轻轻就进入社会打拼 出入社会的时候 也会吃过一些不少的苦头 度过了这个阶段 生命线也恢复了活力 逐渐的适应社会 加上这个事业线初期 很深刻 事业心很强 有强烈的改善现状的 这种改变现状的进取心 凭借自身的努力 20到30岁这个阶段 消有所成 不过说明 在35岁左右 见这个横门干扰 这个阶段有个坎 事业线也逐渐的变得浅淡 也见横门干扰 事业欲瓶颈 有些动荡和起伏 这个阶段 感情线也出现倒门 感情也有些波折 会影响到婚姻的稳定 不过度过这个危机之后 生命线又重新的恢复活力 运势也逐渐提升 事业线也是从脑线重新出发 一直延伸到 终止土星球下方 突破了天门 这个事业会迎来新的机会 生命线在尾端 65到70岁左右 出现断开 这个阶段 生命力减弱 抵抗力下降 有疾病侵入的风险 注意防范 不过过了这个坎 是否像尾端越来越深刻 尾端也绕手腕 晚年可享高寿 那种词 有疾病 心态 照的词